共同的价值观和重叠的利益是美国和欧洲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基石 分跨大西洋两岸的双方在世界很多地方面临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和危机 同时双方都支持民主开放的社会、人权和自由市场 但是很多专家认为欧洲正在逆流中前行 德国驻美国大使彼得·韦蒂格就是其中的一位 希腊债务危机、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安全风险增加、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英国离开欧盟的决定 种种这些都动摇了欧洲的核心 虽说分析人士并没有因此而担心欧盟的生存 但他们担心欧盟的一致性 我敢打赌 未来两到五年内 欧洲将有更多的移民 更多的恐怖主义 我相信欧洲和美国的接触会少些 和俄罗斯的接触可能会多些 这不会是一个稳定、健康、充满活力的跨大西洋关系 分析人士斯蒂芬·萨博说 欧洲需要美国的领导和安全保障 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让这种关系充满不确定性 北约以及美国通过北约对欧洲安全和欧盟的承诺 这两个支柱目前都摇摇欲坠 前北约海军上将弗莱彻国际外交学院院长 詹姆斯·斯塔维德里斯说 与此同时 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 将强权政治带回欧洲 我们不希望也不必回到冷战时代 但是我们必须抵抗俄罗斯的非法行径 斯塔维德里斯警告说 克里姆林宫也在干预欧洲政治 支持反欧盟势力 普京总统的首要战略是打破跨大西洋同盟 但是欧洲的困境为北约的使命重新注入活力 分析人士克里斯托·福查韦斯说 欧洲成员国已经宣布购买侦察机 无人机 新的防空系统 军舰等一系列武器的计划 萨伯说 反对欧盟的政治力量将在明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中 有突出表现 但是温和派仍可能获胜 欧洲人将这些看作一个挑战 捍卫欧洲 反对碎片化 2017年可能决定跨大西洋同盟 这个自由国际秩序 重要支柱的未来 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 华盛顿报道 这边就会发现了 有点蜜大家 我待会在线下 所以你能яс下 和哪里搞定 都怎样